新时代的暑骑 诶 口味对了 嗨 局战18 大家我是师弟兄 今天介绍这一对新时代的暑骑 很符合我的口味 头好朋友来自3096浮的玉龙99 大家有三战有趣的 我们欢迎投稿 号主还是盟主大人被俘虏了 这个战局非常不妙 也挺好的 刚好可以划水了 既然都用上了SP关羽 那么打中后期的思路就定了 先把肉堆起来 刘备大奶不用说了吧 然后把什么战壁 刮骨 大象都堆上来 而横戈越马改版以后 非常适合中漫术队的菜刀 我严重怀疑策划就是为了SP关羽片刻改的 全能百搭技能中勇一列 配合关羽也是绝配了 整个队伍里面的战法就这个很少 有点瑕疵 瞬射打不出来 但好战能打全体 配合小光虎撑还是很好用的 非常靠谱的合作 报我名字 打折 小光全数加点 冰输很合理 大家注意了 如果那枚五战有数战百战 必上最有选择 话不多说 我们战暴说话 这些场打的无枪虽然被克制 但难顶嘛 我们实在是太肉了 刘备 救援3800 小光 6次加门葫芦 9500 SP关羽 4次水焰奇军1万 这肯定能赢了 打得漂亮 打得三四旅也是王胜啊 说实话 虽然都是白板 但是我们的配置啊 明显是高一筹的啊 这一场其实打得还行啊 被克制了 而且兵力少这么多啊 关羽 2万5 漂亮 继续看战暴 哎 奥主啊 你这种暴喜不暴忧的真的是 41级什么宝宝你都放上来啊 这个40级的太位还是打克制的放上来 这也不至于吧 啊 这个暴喜不暴忧也太明显了吧 43级的无奇 哎 这个 这一场倒是输了啊 但是啊 明显是敷衍嘛啊 随便找一个这明显大劣势的 14000的兵力 对面27000的啊 随便放上来啊 然后就对外说 哎呀 我没有暴喜不暴忧啊 我这不是打败了也放进来了吗啊 这一场太位啊 没有打赢啊 虽然小光和光宇啊 输出的非常好啊 哎 这个高红的啊 好招的太位盾啊 哇塞 这也没赢啊啊 光宇还是啊 25000 打得富贵棋啊 也打平了 光宇 哇塞 3万1啊 好了 这个队伍就介绍这里啊 周一到五 晚上十点直播 永久免费看好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